那师兄们好,那时间已经到了,那我们就回来 那第一,开始第二段呢,第二段就是 时间到了,所以它已经开好了,大概就差不多开好了 开好之后呢,我们就可以开始发布施了,你看全部一组 你看第一组我刚才有16个嘛,那第二组 刚才这边,它就 它就有15个嘛,对,我刚才也开了两个嘛 对,那我们 现在就开到我们的Line 我们Line上面那个,我专出的那个 发布施专用的那个 这个,这个群 那我通常我先用那个图片 对,先用图片 图片就Ctrl-C Ctrl-C就是复制 你可以按右键,这边也有复制 右键,这也有复制 或是你在键盘上弄Ctrl-C都可以 那之后就开始这样子,一个一个贴 按下去贴 就是按这里 Ctrl-C,Ctrl-V Ctrl-V就贴上 对,再按这里 按这里 它出现之后,点一下 Ctrl-C,Ctrl-V 就把它贴上这样子,全部这样子复制 全部都是这样子 就按这里 按这边 再来再点一下 Ctrl-V Ctrl-V 点一下,Ctrl-V Ctrl-V 好,因为时间怕太长 它录影的内容会太大 所以我就先省略 所以我现在全部已经都把它弄完了 对,都把它贴完了 你看,全部贴完了 好,都有了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了 对 贴完一轮之后 这两 两组都贴完了 这两组都贴完之后 那全部都有 贴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那个我们LINE上面 我们去选择你原本就是要用的那个贴的 来开始连结 再用一次 一样,Ctrl-V 那这一次呢 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 你按 按Ctrl-V 那你那个Ctrl可以 就不用放掉 按就点上面这边 点上面这边就好了 点上面这边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标题这边 你这样Ctrl-V 再点另外一个 这边 再Ctrl-V 再这样子上一点 它就会很快 对 那之后你就可以发布了 因为已经完整了嘛 一个图片 我的方式都这样 一个图片 还有一个那个YouTube连结 这样子发布 对 它就出去了 那最后一折了 对 再来 因为你这这边都已经 贴完了嘛 所以 就可以再发布了 再来 我跟 发布两个 刚开始 就是一次一个 一次一个 再来 就可以两个 再来一个 一次发一个 再来下一个 它出来了之后就两个 我现在是变成要用这种方式 因为之前我被锁过 所以没办法 你也可以 就是全部都是一直给它发发发 这样子发发发发发 以前我是这样子的 那之后就是我被锁 所以我就 又又又变成这样子的模式 那正常来讲 我会两个都把它贴完 像这边 Ctrl V Ctrl V Ctrl V 贴完之后 我才一起一起发 因为现在录制影片的时候 有解说 所以 那个有点 就跟我平常有点不一样 那还是差不多啦 就是 贴完之后 它如果已经发布出去之后 像这样子发布出去了 好 我们再下一个 发布出去了之后 再下一个 你这次可以两个一起发 发完等到它发布中 没了 好 就发布出去了 再按下一个 对 发布中 没了 再下两个 就 一二一二这样子啊 就是一次发一个 那另外下一次就发两个 再发一个 我这样子这种模式 以上介绍是 到这里